早安TBS 成天快事 要帶您掌握国内外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手上带您看到有医师是想忍身体不适 抢救完病患之后 但自己最后却因为心肌梗塞 是不治身亡 根据联合爆爆导 这是来自东地问的台湾矿工医院的院长黎庆福 在昨天抢救一名患者的时候 因为心肌梗塞 最后是去世享受70岁 而其实当时接获通知抢救患者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路忍着不适到完成插管治疗之后 就感觉到头实在是非常晕 只好休息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是突然发生抽搐的情形 所以最后经过急诊室的医师抢救 但最终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过去黎庆福其实经常半夜为病患奔波 而且大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说他医术好又很热心很仔细回答跟关心病情 陈志日前也刚好获得这个基隆市的好人好师代表 原本要参加这个全国性的活动 没想到如今传出噩耗 也让其他医师还有病患都非常不舍 今天说要带您看到 怎么会有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呢 又突然起火燃烧了 深圳附近的邻居也很崩溃 说这户人家已经发生了第四次的火警 根据T2day报道呢 这意外的发生地点就在高雄的凤山中一街的民宅 它是因为正在充电的电动车的电池是不明原因燃烧 这警消是迅速的扑灭火势 所以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不过刚刚也提到邻居说 这户人家已经发生了四次火警 而且这四次通通都是跟充电是有关系的 所以居民也很担心这个火势扩散 会不会又引发更大的火灾呢 而当时屋主其实是把电池充电之后就外出 所以详细的事故发生原因 还有电池为何会起火 还是要等待后续的调查厘清 好 接续不知道您会不会买咖啡的时候 会用这个忌备的方式 因为有时候将是比较优惠的 但却有人想用这个忌备优惠之后呢 咖啡都还没喝完 店家却先倒闭 根据中时报道呢 这是发生在这个高雄的知名连锁的咖啡店 他们推出买100杯送100杯的优惠 所以就有一名诚信的男子 他就是花了3万块 购买了480杯的咖啡 但是却在剩下362杯的时候 发现店家已经无预警的倒闭 甚至呢这个店门口呢 是贴老板娘身体不适的公告 虽然呢是无预警的停业 但是他自己发现 这老板娘他们这个业者 根本就在社团中已经在寻求顶让 虽然业者是承诺他说会退款 但是后续联络的时候呢 对方也就失联了 所以消满官就指出这个款项呢 基本上应该要由这个加盟的老板来负责 总公司表示已经试图联络到消费者 而这名男子呢 其实也因为祭杯是损失多达2万多元 但是刚刚有提到 因为现在这个加盟主的下路不明 所以最后恐怕会臭场无门 冰拿铁一口喝下凉爽又提神 是不少上班族的精神支柱 不过高雄小港一间知名连锁咖啡店 月初却无预警停业 消费者扑空店门口贴着公告 因为老板健康因素9月暂停营业 不过加盟业者却在脸书社团贴文店面盘让 一名消费者陈先生控诉 根本就是恶意停业 一百杯送一百杯的方案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优惠不错嘛 我就下定了 很奇怪的是他们 老板明明知道9月就要歇业了 门市的铁门已经拉了下来 不过明明8月中才可以 充满一百杯 共一百杯的勾会活动 却在9月1号就歇业不夺了 让消费者之一一杂猛主是不是诈骗 包含8月中购买的200杯咖啡 陈先生控诉 今年在小港的喀马咖啡店 花了3万多元买480杯的咖啡 还剩下362杯没领取 店家却说收就收 当时老板也口头答应会退款 不过却在约定会款的当天 延期一星期付款 之后就不读不回 再也联系不上 加盟队的老板现在就是 打他的手机不为截 然后赖他们的官方赖 没有回应 业者8月中的活动文宣写下 买百送百活动 限定小港汉民门市 但当初只留存纸本记录 总部规定必须要用APP 才能跨店领取 官方我是认为就是处理态度 有点消极 像退款什么时候给个期限 能够有个保证这样子 那这样子以后谁敢去祭杯呢 加盟跟被加盟者 之间的账务是独立的 所以款项是他收取的 加盟店的负责人 去做清偿这个退款的事 哈马总部回复 目前不清楚加盟主下落 对方无预警停业 消费者恐怕求场无门 TVBS新闻方志成 徐一顿高雄报道 国际小点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到访美国 而总统拜登也宣布了 会军援乌克兰超过80亿美元 这个数字换算成台币 大概是在2534亿左右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其实美国这回愿意军援 还是希望可以协助 他们来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而这一次的援助 也包含了首批射程 达到130公里的 远距遥宫的精准弹药 主要就是希望来提高 整个乌克兰的抗恶的能力 而拜登也承诺 美国还是会持续的支持乌克兰 更指示国防部 在明年的1月之前 要拨出剩余的安全资金 而泽伦斯基 当然是谢谢美方的支持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 未来加入欧盟 还有北约的重要性 最后要带您看到 怎么会有这个潜艇沉没 而且这沉没的是 中国最新的核潜舰 而美国也透露 目前中国其实已经 把它打捞上岸 正在修复当中 根据中时报导 就是美国官员 他们透露说 这个中国最新型的 核动力的攻击潜舰 在武汉附近沉没 不过这整件事情 其实都没有对外来公开 因为这潜舰的沉没 其实已经造成 共居内部的问责 还有一些设备品质上面的质疑 而根据了解 这个潜艇是由中国的 船舶集团来建造 主要是具有着 S型的委托设计 而且目前已经打捞上来 还在修复当中 而且预计的修复时间 可能会长达数几个月 而美方也对于 这个潜艇在沉没的时候 也提到 虽然没有法确定 是不是有 攜带核燃料 但是目前整体屏幕下来 认为这个核泄漏的风险 还是比较低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将镜头交还给主播又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